来到这个装潢新颖的美式餐饮店 除了有琳琅满目的餐点可以选择之外 在这里还有一样特色饮品 你一定不能错过 走进厨房 看见这间餐饮店的店家潘小姐正忙着准备材料 为的就是要开始料理这个令人好奇的饮品 在这个大锅子里到底在熬煮些什么呢 浓浓的黑色汤汁在高温的熬煮下 画面中呈现浓稠的就是今天的主角 有平价黑传之称的黑木耳养生汁 这黑木耳养您别看它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制作的过程与材料让店家潘小姐来告诉您 刚好也是巧了啦 就是朋友介绍我做这个黑木耳养 其实它很多好处 那后来我自己喝了以后 我觉得它真的是好多好多的好处 然后又养生 那当然也是就是朋友觉得说 我们这样的店很适合卖很养生的东西 那我后来我就自己去研究怎么煮 我们的木耳跟黑糖 我都是从外线丝经进来的 然后木耳我也有挑比较好一点的品质的 因为它极速有分 那木耳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用干的 不能用生的木耳 湿的木耳它煮不出来那么丑的那个胶脂 那干的木耳它的那个疗效功效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选择干的 然后熬大概四个小时 让它很冷稠 胶脂就很多 然后都没有加勾芡 这位常客是当地的美语教师 除了喜欢这里的餐点外 对于黑木耳汁也有它个人的独到体会 其实我喝下去的时候 它是有就是有那种滋润的感觉 然后我的喉咙就比较不会 就比较不会那么干 就是而且它很顺口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家的黑木耳 就是通常我们女生超怕甜 因为只要一吃甜 像糖对我来说就是那种慢性毒药 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把那种 就是让它是有味道的 可是呢 它喝起来的糖度其实是已经 好像是到最低的糖度 可是喝起来是很顺的 就那个比例调得非常好 所以我还蛮喜欢 你看看 然后告诉我们 你先试试看看 这个不会有木耳的味道 它是黑糖的味道很像 你试看看 感觉 感觉不会有木耳的味道啊 然后还蛮 蛮香的 在李时珍所著 本草纲目记载 黑木耳 胃肝 蛋 性贫 无毒 入胃大肠筋 聚 凉血 活血 补血之功 立五脏 清肺益气 宣传健胃 消致通便等 哇哦 这么多功能 对于重视养生 又想要滋润肌肤 增强免疫力的朋友 黑木耳是不是很好的选择之一呢 但是因为黑木耳有抗泥血的功能 所以手术 拔牙前后 怀孕或是女性生理期必须暂停使用 避免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 东台新闻 张家为台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